我要代表台鐵局再一次的表達騙你 聚光道歉台鐵召開總結 記者會卻把錯都推給駕駛員 關閉ATP卻沒有告知 不過台鐵這番話 完間卻被行政院調查小組狠狠打臉 譬如上並沒有顯示 他有向我們的調度員 做任何報備的動作 調度員應該是不知道 司機員他有把ATP關閉 第二次調查結果出爐 清除寫到下午4點14分 列車停靠打席站後 從車速表上已經沒有看到後續運轉速限 和行車里程位置資料 言下質疑ATP保護並無運作 4點26分檢察員通知 將在花蓮換車 4點46分司機員則告知 調度員ATP關閉 明明有告知 難道是台鐵在說謊 而七大環節接連出錯 也是釀貨原因 普悠瑪從樹林站出發 因為人力不足 改由遊信內勤副主任代價上陣 平常沒有在開車 車對於車子的速度感可能有差 行駛到瑞芳鎮時動力異常 列車一路煞煞停停還誤點 駕駛關閉ATP 呈致命錯誤 直到行駛到宜蘭站 列檢員上車檢查 故障還是沒有排除 車子有問題還繼續開 這已經是第五個錯 原本還要司機一路撐的花蓮在更換編組 加上儀表失準 駕駛誤判速度 釀成大禍 海鐵檢討平民卸責 郭欣揚 郭明軒 顧上軍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如果你有關 ,請 請